Covid-19改变了社会的消费习惯 更加速了物流产业的技术与创新进程 今天节目走进物流产业 跟着2023年度建筑人物奖得主张建泰的脚步 分享他是如何翻转不起眼的物流产业 打造领先世界的物流网络 从台湾的角度 2300万人口 比如说每年用的商品 比如说女孩子用的化妆品 事实上在台北也会被用到 台中也会被用到 高雄也会被用到 东部也会被用到 那你的物流设施要不要布这几个点 一个点变成一条线到一个面 真的要完整地让这个设施更好 所以一整个面都要布好 随着物流运作的重要性逐渐显现 一系列火灾事件 迫使物流产业需要迅速升级供应链 张建泰执行长认为 第一步是从新建合法 并具有防火设备的仓库建筑做起 台湾的工业地产在这40年来 大部分都被用在工厂 因为工厂需要工厂登记 可是仓库不需要仓库登记 所以梦泽如果不太合规的东西 都会被大家接受了 每一个仓库里面的货品 都是好几千亿万到好几亿 所以你说它东西事实上是一个金库 要不要好好的保护它 张建泰为了更完整地保护客户的货品 决心投资85亿元 在杨梅兴建智慧仓库2.0 开发4万坪全亚洲最大智慧物流仓库 将火灾发生时 对人员、商品、建物的损害降至最低 以提高对仓库及其人员之保障能力 大家从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看现在 可是我们要是为了以后去做 他觉得你做这个事情很奇怪 所以他觉得你在做这干嘛 干嘛盖得那么漂亮 干嘛盖得那么高 可是我现在是为了以后的机器人设备 跟整个的事情 所以某种程度你常常会被挑战 会被质疑说你在干嘛 所以我常常跟同事讲 我们来自未来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台湾的未来 会是比较有规模化的抗抗 所以我们是来自未来看到这个愿景 所以开始盖这个事情 张建泰执行长把国外观念和技术带回台湾 从接待处的员工餐厅开始 皆与过往对物流仓储的刻板印象不同 完全打破以往对物流产业环境的印象 把对的人才对的资金招进来这个产业 是第一个我们看需要跨的 甚至于之前我们要说服同仁加入我们 不要加入传统的建设公司 那甚至于公司要扩大 加不一样的人才开始进来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改变这个产业 需要更对的人才 慢慢地把这个产业架构好 利用科技翻转物流产业重度人力需求的流程 张建泰执行长引进自动化系统 缩短减货时间 降低人力成本 打造智慧仓储空间 成为各品牌争相合作的对象 新的产品叫Omega 那这样的仓库 一个是有4万多平的楼梯板面积 所以MOMO2是台湾最大的一个仓库 加了8万个站板的自动化仓储系统 我们把客户本来可能需要投资的东西 我们投入了大部分的设备进去 开始自动化后 每个客户都需要有自动化的人吗 他很难备好这些人 所以我们怎么去帮他做好 让他不用就好了 现在正于杨梅新建的智慧仓库2.0 也将成为亚洲指标性的智慧物流园区 种种优异的成绩 也让张建泰执行长 成为2023年度建筑人物奖得主 我们做到让人家可以认同一个不企业的产业 那这个奖让我们肯定说 这个产业是有未来的 大家才会把这个资源更投入进来 那才会把这个产业再拉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像台湾是当作一个研发基地来讲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来西亚跟泰国 已经有点在盖我们所谓的Omega系统 也接受很多海外的人士的支持 所以我们已经某种程度在输出台湾所研发的一个特殊的产品 就像台湾的珍珠奶茶 怎么去卖给全世界 我们打破原来物流产业的思路 打造全亚洲最大的物流设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